我們就請徐經理來教大家 到底我們要選一台車 可以怎麼樣看出它有沒有做過呢 如果以車子的外觀來講 那我們可以從基本的一個工具 那我們請我們查定室來測試一下 就是我們可以利用後模具來看一下 我們車輛的整個的烤機有沒有先做過 這個上面會顯示一個數據 像這個343μm 它是一個單位 那基本上這個看起來就是比較厚 所以你說判定說 這一台這一個它的引擎蓋是有做過的 那我怎麼看它其他地方沒有做過 我們這樣做一個比較 那我們來再看這一塊是不是有被做過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的數據 這邊是182μm 所以看起來這邊對這個落差就很大 所以看起來這一塊是沒有被動過的 欸好好玩喔 借我看一下 這個很像去醫院的時候要怎樣 我想請問這個在哪裡可以買得到啊 好有趣的東西喔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數值 這只針對於金屬是可以的 那剛才就是說這個引擎蓋的部分 平貼 然後按一下 345 欸這個比算命還要準耶 說車主說他真的有做過這個板機的部分 就是前面的地方這一塊 好那除了這個可以用專業的儀器來測試之外呢 另外除了這個專業儀器外 我們可以把這個引擎蓋打開 整個面看起來你可能不好看 那可能我們從細節的部分 就是周邊的部分來去看它的一個粗糙面 或是顆粒的大小來判定它是不是有被烤漆過 被烤漆過 對所以從這裡旁邊我們去摸一下這裡的整個的平整度 這裡的平整度 那再跟我們這原廠的這沒有烤漆過的 大概比較一下大概就知道說 欸這個的確是有被動過的 有被烤漆過的 我摸摸看喔 欸 是這個地方 這個轉角的地方 轉角的地方 跟這個你看這裡轉角 你再摸這裡 摸這個凹槽的地方 沒有沒有沒有 就這個平面這裡 這個平面 對對對你摸摸靠 這裡比較粗欸 對 差好多喔 一個感覺有插保養品 一個是沒有插保養品的 有耶有插有插 所以從這個細部的地方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剛剛講整個平面你看起來 因為它烤過以後還是很完整的 但是從我們大概有沒有做過 大概從一些細節的部分去看待這台車 那到底有沒有被動過 那可能 它引擎蓋被撞的表示說 它有可能是因為出了事故 當然不一定 有可能是被石頭砸到啊 什麼東西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 看它的這一個螺絲 這兩個固定螺絲 跟那個固定螺絲 有沒有被動過 像這個你很明顯有被拆在 之前我們有說過 對 你看它的那個漆都掉了 它不是很完整的 對所以這個它有被拆裝過 就被拆裝過 很厲害耶 沒想到竟然還有可以利用耳溫槍的方式 可以量出說這台車 它的引擎蓋是不是有做過 那還有除了這個外觀的部分 我們說車頭之外呢 剛才徐經理有跟我們分享 就是另外可能我們 除了這車頭的部分 那我們再來就是到車門的部分 再來我們就是看我們的車門 那我們車門打開呢 那我們車門在車身側會有防水橡皮 就是這一個 對就是這一個橡皮 那我們可以把它拿開看一下 它裡面板件的一個 這個焊點是不是整個完整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看它有沒有板經過 對看有沒有板經過 當然也可以從這板經的焊點 另外看有沒有被切割過 就是有沒有被撞過 撞過或者換過 如果有更換它一定會有切割痕跡 如果有板過它可能就是 這個有被拉扯過 或者說這個會有變形 那像這個焊點看一下 大概就可以 可以知道 對 所以這個焊點看起來都是 這個是原廠出來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小小的凹進去的這個焊點 是不是 是 它基本上 我們這個車身的側邊的結構 基本上都是由多重的板件做組合 對 那所以說像我們從這邊看 它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三塊板件組合而成的 這邊有一片兩片三片 就在這邊都是 所以它組合而成的時候 有欸 對 那組合而成它需要做一個焊接把它固定住 那基本上內外都會同步 一個地方都會同步都會有一個焊點 所謂的焊點就是這個凹進去的 這個圓圓的一點一點的 圓圓的一點點的 欸是拖起來的嗎還是凹的 凹進去像這個圓的 OK 對 所以如果說是有做過的話 做過它基本上要 因為它要拆板件嘛 我們剛剛說它是多塊 像這個是三層 三層 那它必須要把這點把它鑽掉 那它才能把它外面的一片一片移除掉 那它再組裝回去 換個新品上去的時候 它不可能 從原本的 因為它後面已經是空洞了 所以它找別的地方做一個 點焊的動作 那它點出來不會像我們原廠 用機械去做點焊的這種原點 這麼的平均 對這麼的平均 這麼的完整 所以每一台車都一樣嗎 不論什麼品牌 不論什麼品牌 像我們剛剛我們可以 就是看後面的尾門的話 它基本上我們防水橡皮拉下來 基本上它也是會有著焊點 對這樣 那車門的 剛剛除了看我們車身結構以外 那當然我們還會有一些拆換件 像我們拆換件呢 像這個車門的部分 我們大概第一個可以看到的 就是我們有一個防尾標籤 這個上面有一個車身號碼的一個顯示 這一個啊 我以為 原來這就是防尾標籤喔 對這個叫防尾標籤 上面有一個車身號碼在上面 車身號碼 所以這個要跟我們的車身號碼是相符的 相符的 只要是不一樣的 代表這個東西是有被動過 或是說有被更換過 那每一台車它出廠的 原廠的時候都會有這個 現在的車一定都會有 但是有的是另外一種 那就是世代的怎麼辦 就是世代的就沒有了 那換過就看不出來 所以現在反而你要買的 比較新世代的車 有每一個車門都有嗎 都有 有 來我們再看這個車門看看 來 像這個車門這裡也是有一張 真的耶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說 它是一個不需要使用到的標籤而已 就隨便把它撕掉 那有人可能會想說 那如果我換了這個車門之後 我把這個貼紙撕下來 我再貼到一個新的車門上面 可以嗎 貼一定可以貼 但是如果貼的時候 它不會像這個原廠的平整度這麼的好 那可能會有皺褶啦 或者角落有被撕過的這種痕跡 就是技術再好的話 一樣都一定會呈現某些方面的一些缺陷 讓你可以看得出來 對 對 了解了 剛剛你提到如果就是帶的那怎麼辦 那當然我們除了這一個以外 就是看我們的固定的螺絲 到底有沒有被拆 有沒有被動過 你說在車門的部分 對對對 就像剛剛我們以前蓋一樣 這邊會有固定螺絲 那我們這固定螺絲 到底有沒有被動過 大概可以判定這個門 到底有沒有被動過 所以從兩個地方 對對對 就是幫畫房尾標籤 跟那個螺絲有沒有被動過 對 是的 這個螺絲 這都會有螺絲 這邊也有螺絲 有耶 可是 就是只要動過的話 它的漆可能就會掉了 就跟那些瓶蓋是有點像的 是的 是的 了解 實在就是SUM